这一栋围窝挺大的 保存的也比较好 这前面一个半尺 但这个不是标准的半月形 也还蛮大 有三个大门 四个角楼 这里面好像还住着有人 中间是大门 然后这个门前有这个旗杆石 那边有好几个旗杆石 还有一颗古井 那个位置还有一颗古井 这是大门 看刚才那边那个门链 应该是张家的 这个是中间的大门 里面看一下 这是门厅 这是分箱 进来一个比较窄的天街 这里面房子都已经没有了 祠堂看还在不在 都没有了 这里面成了养风场 毛主席雨露 我看到这个院子后面还有一个张氏 曾祠 那后面就在这个房子的后面 这里是一片瓦屋 改成了养风场 这是院子里面 这里面还住着有一些人 房子都比较古老 看这个旗杆石这么多 12345678 那边还有好几个 这是古井 水好浅 里面还有鱼 伸手都能够着 这是装到后面的 诶 祠堂还在那边 看看怎么进去 后面成了养鸡场 这是后面祠堂 现在祠堂是在这个位置 这里可以进去吗 这边看看 菜地 吃它是三斤 应该可以过去 过不去 过不去 可能还要是从里面进去 从彻底那里钻了过来 进来了 这里是祠堂 刚才在这里面可以过来的 赏了 张氏宗祠 产苏人才 铜肉侍 精通云露 共登祥 上面那个不就是产金吗 产金村 这里也有养鸡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进 可以 这祠堂修得不错 一致永昭 客情客解 陈祖父 一根一毒 子松磨 张氏产金 云正宫 宿源 张氏产金 开基始祖 云正宫 辉宫之 一百五十九 世孙 梁宫八世 世孙 是福建宁化 签过来的 看这里写的是顺治 顺治连接 有长乐 五华 胡田村 胡田村 就是现在的 华城 胡田 从那边 从那边牵过来的 这个祠堂上面 这个图案 六金的 很漂亮 一饭长存 这是祠堂 它这个还可以升降的 搞得一个这种 像量一家一样的 比较现代了 看看这供的是 十一世 十二世 三个 这个两边的相报 一个石板路 这两边的相报 两边的相报 谢谢观看